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消除的话我想起来 通常这种类型的游戏想起来才是真结局 那就不要消啦 那我们就...不消 啊,做不到 清选不消 我做不到 那指正要放哪里 我真的做不到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如你所愿 这个噩梦将继续下去 你所热爱的这个梦 将永远持续下去 好了 来吧 没有什么好害怕的 你所热爱的这个噩梦 再次开始 我们的第一千零一次的噩梦 来吧 我们重新开始 永远无法觉醒的 热爱的噩梦吧 这里是 这里是 哪里呢 为什么 我还在这种地方 我之前 都在做什么呢 想不起来 什么事情都想不起来 镜子 之前镜子是我们自己去看 对不对 不认识 这是谁 我吗 我到底是谁啊 这应该是坏结局吧 然后 我们等一下去擦掉以后 应该还要搭配纸针 没有搭配纸针的话 应该是普通结局 那我们去体验 我们去玩普通结局 再玩纸结局 就可以收六个结局了 好 走吧 反正可以跳过嘛 消除魔法阵 我想要从这个家里逃出去啊 他也很生机 直接不说话好 这里是 车 一个日系品牌的车 我的车 没错 我坐在车上 然后 然后 所以这个车是还没有掉到那个海里面的时候 所以这个车是还没有掉到那个海里面的时候 把 爸爸 浩泰 坚持住啊 我马上带你去医院 我马上带你去医院 车门打不开 为什么 哎 为什么 我们会在这里 我想起来了 我的家人 一起出来旅行 突然之间 车 偏离了车道 然后 好痛哦 爸爸 爸爸 别害怕 你看 悬崴上面有救援队来了 你看到了吗 那些人 马上就会来救我们的 你再稍微忍耐一下 好不好 妈妈怎么样了 她很好 别担心 别害怕 我们一定会得救的 酒驾的爸爸 不是 哪是爸爸 好冷哦 喊 随着一点 救援队马上就来了 为什么 为什么救援队还没有来呢 明明都已经整整个小时了 怎么还没有到 呼尔 耶 酷音器 救难人员 好像在说些什么 海浪的声音太大了 听不清楚 快逃 好 沒有他們倆的生活 對我來說有什麼意義呢 爸爸 你在 你在哭嗎 為什麼 事情會變這樣呢 明明已經決定不再認輸 努力的活下去的 您說呢 神明啊 神明大人 求求您了 救助他們吧 我 我怎麼樣都沒有關係 所以求求您 救助他們吧 拯救他們吧 救救他們 救助他們兩個吧 爸爸 不 不要哭啊 我 我的寶物給你 我把它 我把它給你 這 這是 這是 堅強的 證明 是我的護身符 一定也能 守護你的 謝謝 沒關係 沒關係 沒關係的 不要害怕 我 我陪著你們 我們要永遠在一起 絕對不會離開你們的 我要永遠 永遠在一起 我們約好了 我 要永遠在一起 要永遠在一起 你 要永遠到小朋友 要永遠到小朋友 你就要永遠到小朋友 他這回憶 是 我剛剛一直以為是他可以回到那個時間點 竟然不是 斩断了与恶魔的契约 马上就要从这里逃出去了 是吗 只剩下我 孤零零的活下来了吗 只有我一个 被撤出来了吗 他们都没有得救 只有我 只有我一个人 拓针 那个指针该不会可以回复时间 拓针 黑泽你怎么进来的 没有啊 他擦在魔法阵 应该是那个房子的防护就没有了 这就是一个普通的房子啊 你手中的那本书 根本无法实现你的愿望的 那只是一本 亡动能心恶魔的书 那个恶魔 以看到你们的痛苦表情为乐呢 我要消灭掉 那本书 把那本书烧掉吧 这种东西 对所有人都是祸害 不可以 继续让它存在这世上 来与我 缔解契约吧 什么 放弃吧 他们俩已经死了 哎 你 你疯了吗你 你在搞什么鬼 你在 你在吐什么 等一下 你都跟他说不要烧就好了 你在那里干嘛 你为什么要杀他 你是被恶魔附生了吧 住手 所以你这么做 他们也回不来的 拓 拓针 哎 不 不要 他把 他竟然把他弄回去了 一地结契约 你还真是愚蠢啊 你现在明白了吧 我为你实现愿望 只是为了欣赏你们痛苦罢了 我明白 你将会再次失去记忆 在这个与世隔绝的家里徘徊 一边害怕着爱的亡灵 哀叹着 尖叫着 你一定会 一定会回到这里的 不断重复着 没错 永远地重复着 为你献上我的血 结下契约 你的愿望是什么呢 回去 让我回到 那个地方去 回到那个 永远重复的 深爱的 噩梦去吧 回到开始的地方去 你真是个又可怜又愚蠢的男人 不过 你还真有趣呢 来让我更加愿意 来让我更加愉悦吧 一边畏惧着那个爱的亡灵 一边在这被诅咒的家里徘徊 为我细与你卖来 为我继续献上你的绝望与疯狂吧 让我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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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实现你的愿望吧 她为什么要许这个愿望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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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许 你为什么不许说 回到 那个事件发生之前的事呢 这就会产生BUG 是不是 不能回到拿到魔法术之前的时间吗 所以我们刚开头的那个回去是我们的男主角 我们的男主角一直想回去回到最原始的地方 那我们的一千零二次就开始了 我们的男主角 我们的男主角 可怜又愚蠢的男人 这里是 怎样的 我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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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主角 第一千零二次 可怜 這應該是普通結局吧 那我們正結局就是要拿那個指針 我希望那個指針是可以回復時間 因為時間這個概念的話 回到案發之前 拜託 那最後一個結局要怎麼用呢 好 站在箭頭上一直按右 喔 站在箭頭上一直按右啊 唉呀 站在箭頭上一直按右 唉 錯啦 那應該還有一個碎片 好 得到了 長針 好 再按左就好了 那我們還插一個碎片 碎片這邊應該不用來了 老鼠 這邊有得到那個 得到小孩子的那個星星 老鼠這邊應該也不用來了 老鼠我們已經探索很仔細了 欸 等一下 看看這邊 沒有 那個雪人不在了 是很爽啊 對啊 應該這剩棺材的那個房間了 棺材的那個房間我們沒有得到東西啊 反正每一間房間都可以得到一些特殊的用品 對啊 在那邊得到短針應該不會有 東西了 啊 走錯了 好吧 走吧 應該有一些東西 嗯 找到什麼 喔 鏡子碎片 好快 什麼 還沒開始認真找到找到了 狗什麼鬼 好 都找到了 真是神塊 按上去吧 好 牽進去 嗯 記憶吧 那是 是 喂 我說 買了這面鏡子 你到底要放哪裡啊 哼哼 這鏡子很棒吧 我在跳蚤市場上買到的 找一千塊喔 呃 是啊 所以說 就算不買他也 欸 你知道嗎 在鏡子中 映照出來的自己 其實 是有自身感受的 好恐怖 蛤 是擁有回憶的傢伙 據說 被默默記錄下 對那個人而言 很重要的回憶喔 是嗎 欸 你看起來 對他點興趣都沒有呢 欸 都被你發現了 說起來 你啊 還真的一直以來 都挺相信這種事呢 對我來說 什麼厄運啊 魔法啊 神明啊 這些非科學的東西 從來是一概不信的 寧可信其有 而且你不覺得 這樣子很有趣嗎 正是因為相信這種事情 所以才能快樂地生活下去啊 這樣啊 原來是這樣 那面鏡子 還記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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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時鐘 時鐘上有八條 八條什麼 那是 這樣就可以了 好嗎 如果 不時常 像這樣擰發條的話 過不了多久 這個鐘又會停下來了 是嗎 聽起來 挺輕巧的樣子 不過有點麻煩喔 就這樣的 不過 這不也挺好的嗎 感覺很像媽媽的風格呢 大概是吧 好 我們連續想起了兩個人的回憶 那應該全部都想起來了 剛才的是 遺忘的記憶嗎 好 那個鐘 真的在指向正確的時間嗎 好 嗯 和那個記憶中的鏡子一樣 那是 那個人是 找到你了 欸 我沒有存檔欸 你是